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到粉丝喊王源妈妈婆婆 甜心会怎么看呢 一起进入今天的小八哥 迷妹们一年中最盼望的应该就是爱豆的生日会了 昨天屋里王源就和自己的粉丝们一起又唱又跳 嗨翻全场 这已经不仅仅是一场生日party 完完全全是一场大型演唱会呀 作为宇宙后援会头号迷妹的甜心自然也不会缺席 有网友拍到甜心激动地站起来 不停地挥舞着手里的荧光棒 喊着男神的名字 一点也没有比现场的其他迷妹逊色哦 除了甜心这枚小迷妹 迷姐范爷则是戴着墨镜低调地陪在了王源妈妈的身边 还不停地换着各种角度给台上的王源拍照 现场的迷妹们认出了王源妈妈之后 竟然开始大喊婆婆 这就是拿着爱的号码牌的求价现场了 作为三小只的一员 大家当然最关心的就是其他两位成员送了生日礼物了 在后台采访时 王源爆料另外两个小兄弟都给他发了红包 而且生日当天三人还聚在一起组了个局 一脸一母笑看完生日会现场视频的小八哥 在这里也要祝王源弟弟生日快乐 越长越帅哦 电影界又有一名跨界导演横空出世了 他就是相声界扛霸子郭德纲 昨天郭老师的导演出女座祖宗十九代 在北京开了定档发布会 在自己个儿的地盘上 郭老师直接把发布会变成了德云社相声专场 包袱斗得停不下来 比如在回应外界质疑时 他就用相声来做比喻怼了回去 不过呢 曹云金貌似又躺枪了 大伙都不看好你才有可能成事 因为这个电影圈有句话 阿猫阿狗都来开戏 其实这句话说完之后 我开始想我怎么办 后来他们劝我 你得这么想啊 诗人不是来头说相声的 你也不用帮这里去 我一想那有道理 那我干嘛不能干 是吧 师傅第一次做导演 男主角必须是她的爱徒岳云鹏了 据说小月月这次在电影里 要狂追女神林志玲 而小月月在发布会上 被问到有关志玲姐姐的问题 都会露出羞涉荡漾的表情 您对林志玲满意吗 她是真的美 林志玲是最后定的 我只问的是谁 她说特别美 师傅满足了她能跟女神合作的心愿 小月月在发布会上也卖力为师傅打高 甚至放话他们的票房目标 要超过吴京导演的战狼2 但是下一秒主持人提到了台下的冯小刚 小月月瞬间就怂了 你现在拍那么多戏 作为一个导演来评价一下郭德纲老师的导演 水平 好啊 好啊 怎么好 是比吴京导演呢 我们卖55个亿吧 别吵 一场发布会就这么高能 电影到底效果如何 只能等你们大年初一 去电影院亲自认证了 爱美如命的大S自从升级为辣妈之后 心态大变 生活重心几乎全部转移到了两个孩子身上 她不仅剪掉了自己最心爱的长发 不再过于结实瘦身 偶尔晒的自拍照也都是素面朝天 好像才也不是从前那个 要求自己一定要摆得像电灯泡的美容大王 可是昨天大S居然难得在微博晒出了自己 穿着优雅露尖装 戴着精致的首饰 还画着美丽妆容的照片 大S看上去皮肤状态还是超好 而且还比之前瘦了不少 果然女明星的胖都是随便说一说 看看大S这一个随手撩发 就撩得网友们直呼画面美翻 仿佛又回到了山菜时期 果然天生励志的美人 稍微打扮又能重回研制巅峰呢 昨晚维多利亚的秘密时尚大秀 首次登陆中国 美丽的维密天使们齐聚上海 T台上是妥妥的美人外加大长腿 那宝宝们 你们想知道维密的后台是什么样的吗 今天我们就再给大家发个大大的福利 下面请跟着席梦瑶小姐姐一起去现场看看 全球一年一度最香艳的时刻又来了 昨晚维多利亚的秘密终于在上海开修了 想想又可以看满屏的大长腿和腻天身材 特杜君就有点小激动 今天维密天使西梦瑶就来为大家打个头战 向各位挂友独家揭秘后台话剧 让维多利亚不再有秘密 想必各位很想知道后台到底长啥呀 别急 我们的小明同学早就准备好了一波尬吹 随着大秀来到上海 维密的后台也开始吹起了中国风 不仅大家的睡袍上有了新的刺秀 小明同学也激动地表示 头战君顺着小明的身后望过去 除了满眼的粉丝色 那就剩下人人人了 维密天使工作人员和各路媒体齐聚一堂 忙碌又紧张 兴奋又激动 面对着这么大阵仗 头战君都有点控制不住的心跳扎碎了 那超模们的心情都什么样呢 在后台窜了几窜 采访了一波的头战君发现 超模的心情分激动和淡静两拍 激动派的代表 首推我们的大表姐刘文 现在心情很紧张很忐忑 很开心很兴奋 大家应该都会很紧张吧 因为每一年只有一次 而且这次在上海 反正你没回事 知道了怎么回事 第一次参加维密的新人陈瑜 更是紧张的 话都有点说不清了 当然紧张了 这代表很激动 而淡定派的代表人物 首推何仙姑 她笑得一脸灿烂 还和我们开起了玩笑 没有啊 没有 你们在我有什么压力啊 完全非常 没有 在中国啊 今年会更紧张吗 结果没有 结果没有 完全没有 小精灵居小文 也是一脸淡定地表示 自己也不懂 为什么会不紧张 不然说很莫名其妙地不紧张 那我们的小明同学 西梦瑶到底属于哪门哪派呢 答案是紧张派 问完了心情 好奇宝宝特杀军又忍不住打听起了他们的行动 在后台待这么久 到底都干些啥 西梦瑶同学就说了 要做的事可多着呢 小明同学所言非虚 不过深入后台的投着君还发现 除了化妆和接受采访 维密天使们也会做一些real接地气的事 比如敷个眼膜呀 按个膜呀 还有玩手机 拍大合照的 不过接地气归接地气 人家穿着浅粉色睡衣 往那一坐 就是真视觉盛宴 穿个人子托都觉得终身养溢着时髦气息 当然了 除了欣赏美女和美衣 奶们还更关心各种有的美的八卦 其中最多人讨论的就是 中国超魔军团到底有没有私必 至于这个问题 以前土雕军不敢回答 现在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绝对没有 曾记否今年维密国魔团的合照 和大巴上合体的视频都上了热搜 就连传不合传得最厉害的刘文和合遂 在参加维密排练时 也搞怪合影晒出了巨猛的爆炸头 能这么自黑 亲闺蜜无遗了 小冰同学也刷了 所以说呀 在外打拼不易 姑娘们都学会了相威相依 此等喜闻乐见之士 五等吃瓜群众就别瞎猜了 张开双眼看美颜 举起双手打个疯狂岳阳电话 再为他们的友谊和事业干两杯 踩成网道 毕竟好多人做梦都想来现场 最后连票的影子都没见着 但是也还真有那些命理自带buff的 比如陈学多和PG1 就是小明同学邀请去地 物理孝顺的小明还邀请了自己的妈妈 不过话说回来 也还是因为它是一条单身狗的缘故 不然可不就像网界超模一样 请自己的男票来看秀吗 小明同学 你可抓得紧啊 希望下一届维密能看到你的男票了 除了以上干货 超模们还对着镜头 亲自评价了他们自己几年的look 更值得大表姐说自己穿的 竟然像冬天里的一把火 有一个是叫winter的section 他们都是白的 我好像是个红的 对 就是冬天里的一把火 然后今天早上何翠跟我说 他说你应该唱费响的那种 何翠也表示 自己这次不做仙女 要做斑马 我今天会走两个look人 木嘛 那个叫什么 那个游牧系列 是吗 是吗 是叫游牧吗 对游牧 不是那个民族风 其实是动物系列啦 非洲大草原 你觉得是会什么动物啊 非洲大斑马 你怎么知道 真的吗 我太重了 但我也不知道 它到底是不是斑马 应该就是斑马 或者黑白豹子之类的吧 就是我就会把它往野心的想 对 还有居小文的pink风 小新感 铲鱼的冬日童话 头条军一圈采访下来 可谓是收获满满啊 今天早晨一看 已经有很多张 萎蜜秀的照片 新鲜出炉了 张张性感惹火 看得头条军 真是口水直下三千尺 键盘都要被浸湿啊 虽然小明同学 在现场也有那么一点小意外 但是观众们 还是同样的暖心和可爱 希望小明保持乐观 保持勇敢 咱们来年又是一条好汉 当然了 前面说的这些 也都只是前夕 真正的精彩 还在后面 请和头条军一起期待 29号腾讯视频 全球独家直播的伟密秀 享受一场 丽与美的视觉盛宴 我们不见不散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 全部内容了 请在观看节目后 给我们留言 或发弹幕互动 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 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和我们一起聊八卦 在这里还要感谢 最大的年轻人 兴趣互动社区 QQ兴趣部落 给我们的大力支持 加入QQ兴趣部落 让你不再孤单 咱们明天见了 拜拜